韩贵珍的儿子以此为由 三番两次找赵大海索要精神损失费 赵大海交头赖额之际 不得不将此事告知赵祥和赵丽 赵祥在电话里先是责怪父亲太荒唐 活到七十岁了 竟然还被个老太太骗了 还被妻子敲诈 之后才说 看能不能找同学想想办法 赵丽则无法接受父亲在母亲走后不到一年 就另找信欢 听着儿女的责备 赵大海既失望又难过 如果不是怕身体不好 给儿女添麻烦 她怎么可能花大价钱买保健品 如果不是担心有病 有在身边无人照顾 她又怎么可能找个老太太凑合过日子 知道儿女不乐意管这事 赵大海一筹莫展之际 只能打电话报警 最终通过律师调解 总算免了一场诉讼 事情解决近一个星期后 赵祥才又打电话过问此事 听说父亲已经报警 将事情解决了 赵祥松了口气 还好 不然呢 回去又要耽误工作 现在的工作可是费了好大劲 才找到的 赵大海一听 再度失望地挂了电话 2019年元旦过后 赵大海自感身体不如从前 想着儿女自老伴走后 很少回来 赵大海觉得 也许是自己在情感交流上 不如冯淑华那般细致 于是 他更想通过一起过春节 来缓和一下和儿女的关系 赵大海提前一个多月打电话 让儿女安排好时间 一定要回来过节 电话打了好几遍 最终的结果依旧让赵大海失望 赵祥的岳母病重 他要陪爱人回老家看望 赵丽的孩子患了带状炮疹 医生让他在家休养 赵大海看着电视公益广告里 老两口做了一桌子饭 儿女却都回不来 只能对着电话叹息的镜头 不由地叹了口气 养儿只为放老 最终却老无所以 春节过后 赵大海又开始了早起的健身 在公园里 看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 正在单杠上锻炼 连续三十多个引体向上 惹得一旁的小伙子直叫好 趁着人家休息 赵大海走过去取经 哎哟 你这身体可真棒啊 咋锻炼的 这一问 打开了刘庆老人的话匣子 哎呀 我老伴啊 走得走 孩子又不孝顺 不把自己的身体炼得棒棒的 有病有痣的 被人欺负了 谁管你啊 人都说没父母管的孩子是野蛮生长 我这没子女关心的老头子 不也得野蛮的活着吗 我不野蛮 可怜了给谁看呢 老刘的一些话 让赵大海大笑之鱼 深有感悟 自己遇事总想靠子女 靠来靠去 却是一场空 他觉得自己和老刘比起来 真是太弱了 从今往后 他也要放开手脚 只靠自己 赵大海在老刘的鼓舞下 毅然的加入了其组建的中老年暴走团 这个暴走团有四十多人 每天早晚两次在街上进行快步走 为了不占用人行道 暴走团便去挤站机动车道 老刘扛着一杆大红旗 四十几个人喊着 一起暴走 快乐健身的口号 浩浩荡荡的横穿马路 车辆建了都得慢行 跟在队伍后面的赵大海 刚开始还有些担心 怕车辆会不长眼 也担心路人会指责这种 不追走交通规则的行为 看赵大海前怕狼后怕虎的 老刘再次开导他 你呀 怕热怕那的 儿女咋不怕别人说他们不笑啊 凡事想开点 我们这事啊 健身又不是干坏事 老刘的话 给赵大海宽了心 自己就是活得太小心了 可是他小心维护了 大半辈子的亲情 却在面对生活考验时 那么不堪一己 养成了暴走习惯的赵大海 过马路时根本无视红绿灯 一边走 嘴里还一边念叨 我得锻炼好身体 不能给儿女天负担 2019年3月4日晚 赵大海一行人 在机动车道暴走的时候 被喝了酒的小车司机追尾 走在队伍后面的赵大海 和另外两名老人被撞飞数米 后来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赵祥和赵丽接到父亲住院的消息 不得不放下手上的事 千里迢迢地赶回西岸 看见父亲脑损伤的诊断书 两人这才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今后无论多忙 照顾半瘫痪的父亲 都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赵丽在收拾父亲的房子时 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 赵大海在日记里写道 孩子们小的时候 我工作忙 顾不得抱他们 他们就哭闹或者撒娇 吸引我这个当父亲的注意力 如今他们很忙 我就是哭闹撒娇也没人理会 这时我就会想 我出了意外 他们会不会回来 我知道这个想法太自私 会耽误他们工作 人都说养儿育女 未防老 事实上 却是我一个人孤独重老 如果有来生 我绝不变老 父亲的日记 让赵强和赵丽泪流满面 如果从前 能对父亲多些近身的关爱 父亲也不会因为孤单和失望 去铤而走险 最终兄妹两人经过商议 决定把父亲接到赵强的家中 由赵丽支付每月五千元的赡养费 共同善待父亲的余生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人数随 顺便投赞 顺便投赞 咨过 COM 上 顺便投赞